您好,请讲 大家好,我觉得 就像那个田地 有好有坏 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 也是有好有坏 我们要吸取过去的 开明的思想 同时接纳西方的 美国的进步的思想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大选之后中美的文化交流 是否会更加多方面的发展 谢谢 谢谢您,李女士 上海的姚先生是下一位 上海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姚先生您的这个 对,您的信号也很不清楚 能不能争取再打一遍 那下一位是江西的李先生 江西李先生您好,请讲 您好,我认为 如果美国和世界 都能够打破党炮 垄断,选取 而选择全国真正的 最好的,最理想的 最有才能的人来当主动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 好,谢谢您 说到这个跟 就是台海关系这方面的 就是这一次的两党 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竞选的 这种政纲 我们注意到有一个 您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谈到了 就是共和党他的竞选纲领 在台湾问题的部分提出来说 台湾前途 台湾的议题 必须通过对话 并且在台湾人民的同意下 和平解决 这好像是一个 有所变化的一个新的提法 这个提法在 克林顿执政的后期有提过 但是布什执政的 八年当中都没有提出来过 这是不是一个进步呢 就是说 或者说 目前它是新的两党竞选人 都特别强调了 台湾人民的意愿 这是一个作为解决 台海之间的问题 或者争端 或者是将来的关系的 一个最基准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 我们看是不是符合 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能不能公开 表达他们的意愿 而且表达出来 能够这个解决方案 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意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判决标准 而过去比较早的总统 美国总统 他不光是提到台湾人民的意愿 也提到大陆人民的意愿 这一点如果是说 因为处理的问题 是台湾的地位问题 例如台湾要不要和大陆统一 那么这个居住地区的人民的意愿 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 有些人说 你台湾的人 你的秘密必须要有大陆 我们就13亿人来决定 这个从现代政治的一般的原则上来说 所谓原住民决定的原则来说 是不大太符合的 所以现在的美国总统 现在的两党 两党候选人都谈到台湾人民的意愿 而且共和党专门强调的是台湾关系法 民主党也谈到 要建设与台湾关系法 同时也谈到了和中国原来的承诺 一个中国的政策 共和民主党谈了多一条 就是这样 好的 在抓紧时间接近最后一位电视观众 广西的李先生 广西李先生您好 请讲 我要在这里提了一句 我觉得每次请过来的嘉宾 就有一点华人很美国话 美国人很中国话 我对陈博士刚才讲的 讲的话有一点点意见 不知道 你说 请说 我想陈博士在评价中国的制度的时候 我想可能还是有一点意识形态在做成 我想那个不管是多党制也好 还是一党执政也好 我想 我想不是说一党执政就是一党专政 我想这不应该是化为一个本靠 一党执政同样 信号又不清楚了 不知道是我们的线路的故障问题 不过陈博士 最后还有15秒钟的时间 做一下简单的回应 我想一党执政 就是如果是坚持一党 垄断他的政治权利 那有一党执政和一党专政 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 所以说而且这个是世界公共的主流的各国的共识 已经说明民主是现在的潮流 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没有起义 所以说我想最后的回应就这一点 好的 谢谢您陈博士 因为时间关系呢 今天我们实施大家谈的讨论 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网络杂志观察的主编 陈奎德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 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也欢迎您直接登陆 我们的英特网网站 或是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我是天红 节目最后呢 我们关注一下格鲁吉亚的局势 一个月之前的今天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开始军事冲突 现在格鲁吉亚人正努力从伤痛当中恢复过来 而与此同时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今天前往莫斯科 敦促俄罗斯从格鲁吉亚完全撤军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天在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 教堂中的弥撒正在进行 人们为死于战火的人祈祷 蒂比利斯居民 甘斯塔 古家沙维利说 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很多军人阵亡 他们都是无辜的人 这样巨大的损失到底是为了什么 尽管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已经停火 但是俄罗斯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 承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蒂和阿布哈兹 两个地区独立 另外一些俄罗斯军队仍不顾停火协议 滞留在格鲁吉亚境内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 星期一将前往俄罗斯 试图说服俄罗斯同意欧盟 向格鲁吉亚派遣非军事观察员 并就南奥塞蒂和阿布哈兹的未来 举行国际会谈 格鲁吉亚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罗美亚说 虽然我们在战场上没能打败俄罗斯 但是从政治上看 我们并没有输掉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俄罗斯的威胁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要结束了 再次感谢网络杂志观察的主编 陈奎德博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另外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 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最后再次提醒您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还有更多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报道 您可以直接登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是浏览最新的文字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明天我们将谈一谈外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的民调情况 我是天红 祝您晚安 再会了 祝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